昨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预告过了 今天我们会请来这个全明星任务当中 唱歌很好听的魏晨来做很好看的衣服 是的 但是隔行如隔山呢 不知道魏晨师傅这个手艺活到底怎么样呢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魏晨来完成任务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来到一个时尚的聚集地 它将完成的是服装设计的任务 它能够完成吗 期待一下吧 私底下对时尚非常感兴趣的魏晨 接到任务后信心十足 立马为自己的第一个设计作品开始定位风格 我觉得有点难啊 我也觉得很难 因为其实男生的衣服行就那些 为了能让设计门外汉魏晨 在任务当中能够更快地进入角色 我们可是为他邀请了一位大牌导师 为了顺利地完成任务 张池老师让魏晨先从比较简单的衬衣开始做起 魏晨 我觉得这个设计 你改完这个设计我觉得非常的漂亮 尤其你在肩部的这个设计 它是两个倒三角的设计 看来学习能力很强的魏晨 在设计方面还真是很有天赋 魏晨在导师张池的帮助下 将会给大家带来一件怎样的作品呢 魏晨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图画好了 对 那么第二步的话 就是要把这个图转化成真正的这个衣服 你觉得魏晨完全怎么样 我觉得很不错 但是我觉得衣服一定要穿在人身上才能体会出来 你穿一下吧 因为我做的那个衣服很有设计 哇 怎么样 谁怎么样 非常的漂亮 魏晨 真棒 我非常喜欢一个版型的设计 因为这边要修进去 对 而且显得你更猶条 真的吧 哇塞 魏晨的设计做成成衣后 还真是相当的不错 不过不知道这个设计 到底能不能入得了我们20位大众评审的青睐呢 好 哇 最最后魏晨得到取这一票 恭喜你 恭喜你 真的很棒 我们的挑战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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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立 谢谢 kita укric 想